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宇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立足香港 聚焦中国 放映世界全部事 有媒体报导 越南在2021年首季经济复苏强劲 甚至超越深圳 越南经历Delta变种病毒的重创后 开始放宽国内的防控措施 订单急升 出口数据强劲 越南2021年的出口总值 达到5,842亿元人民币 而其中3月份已有2,275亿元人民币 而深圳今年的出口总值是 4,076亿元人民币 其中3月是1,200亿元人民币 越南不论在出口的规模 以至增长的速度 都已经明显超越了深圳 就连刚刚在英国设置的李嘉诚 都开始加大对于越南的部署 到底越南是否只是慢慢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工厂呢? 今集我们讲越南超深圳出口越战越勇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郑国均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均博士 Hello我是Dr Raymond 城市智夫召集人洪锦元先生 大家好我是洪锦元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大家 记得订阅WGTV留言赞好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King Sir你如何看今次的报道呢? 就是拿我们国家的一个城市 来与越南这个国家比较? 首先我们要看越南是一个国家 人口有9,650万左右 但深圳是我们中国广东省之下的一个市 所以如果这样比较越南和我们深圳 作为一个出口层面这么短的时间做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这种的说法我自己认为是一个不对当的比较 就是将我们一个市与一个国家的比较 当然越南现在实际上是一个丰厚围 在整个的发展里面 在东南亚里面其实Critical 它是一个很强劲的一个位置 但是从它那个人口的基数 包括它的地理位置来说 其实越南未来的发展肯定是强劲的 它的出口我相信如果按照这个趋劲下去的话 其实肯定会不断地去超过我们三镇市 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看 现时如果按照GDP去看的话 其实三镇市2021年的GDP是4750亿美金 但是越南的GDP只有3626亿美金 我相信现时虽然三镇的GDP是超过越南 但是按照这个发展下去 其实越南的GDP 可能某一天也会超过三镇 所以不能够单向地比较一个出口 而会再看整个越南超过深圳 深圳好像很不行 其实深圳现时应该处于另外一种转型的过程 不像越南现在出口的物品 深圳现时是行高科技的路线 所以这个的比较也有很不同 你中国出口的种物品 其他工业层面的东西 再跟深圳做比较 这也不是一个很契合的比较 所以要比较的话 其实反正可以比较整体GDP 人关GDP等等 去看我们深圳市局的发展 和越南整体的发展 这样才会有一个客观点的比较 Dr.Huyman 你怎样看今次媒体的报导 因为它里面用到超越这两个字 你觉得一个取态没问题呢? 与其你说将越南与深圳比较 倒不如倒转看看 为什么那些媒体不会把它调转写成 就是我们一个深圳市的GDP 都超越别人的一个国家 就是这样写成是两回事的了 其实某程度上就是反映了 我们现在香港或者线上的媒体 他们的写议方法的取向 或者公平一点 就是拿我们一个城市 去跟别人一个国家比较 就算跟它打平手 其实也很光荣的 就是绝对不会有人觉得 为什么人家整个国家 就来超越我们的城市了 其实越南自从 就是如果你看到最近排在这里数回头 由贺锦丽说要去越南访问 临下机之前突然间离开 一直去到越南走出来说 我们不会靠边站 去到再数回上去 你看到其实我们国家在烂瘡缸 一直起了很多水壩 其实某程度上是基本上控制了 整条迷宫河下面的水源 换句话说你控制了他们的水力发电 所有这些东西 也就是意味着就是越南这一个 就是本来也曾经跟我们打过仗的国家 有些拗角的国家 其实今天 就是某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个 可靠不会乱那么发烂的邻居 所以他们的发展 我相反是觉得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旁边的邻居不会搞事之外 他又有得发展 所以用这个角度去看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来的 就算他的GDP超越深圳 我都觉得是好事 因为起码是一个务实的发展的邻居 而不是一个搞事的乌克兰 对不对 再加上就算今天越南有的东西 你都未必想要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人去越南投资 或者刚才你说李嘉诚的越南投资 其实今天的越南 我说今天 他们的人口平均的教育水平是8.2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用香港的角度去看 就是平均是独到中二而已 独到中二一个国家的人口 其实你可以做些什么 我不是看扁他 我们也曾经经历过的 我们自己都 就是我们国家都经历过 慢慢在这个位置 其实他们很愿意做的 就是一些劳动力大 或者是增值高 很勤奋地去发展的一些一个时代 所以你说今天 你愿意国家走回转头 去变回8.2年的平均教育水平 你不愿意的 所以这一个 就是有些钱不是我们赚的 就是有得我们的邻居赚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况且它也不会是咬你转头 也都你看到在近期的 这个无论政治也好 经济也好 其实它都相对是和我们国家是一条线的 起码不是搞事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刚才那个报导 真的应该倒转过 也就是我们城市 一个城市 都原来已经超越了别人的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慢慢起 我也觉得去投资 或者在那里去做生意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大家相对异象 杰哥 我知道你在越南工作过 如果我们不应该将深圳和越南作比较 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关系 首先来说 我会觉得 你一个窮的麻烦的邻居 是对我们的发展不利的 相反你一个富裕的邻居 一个合作的邻居 对我们自己本身的发展 都是好的 所以越南今次被人拿来 这样和我们国家一个城市 比较 我经常觉得 媒体本身的出发点 我有个问号 为什么你这样 我说回我自己的经验 2000年初期的时候 我公司开行由香港去河内 我是第一批同事过渡去看环境 以及去设立办事处 当时我去到越南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但我已经是2000年 我忘了2000年多年 2000年出没多久 我去到那里 我闻到一些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回乡的时候 那些煲水 用的煤球 那些味道 我闻到那股味 还有那些建筑物 我说是何来 好似我们小时候回乡的时候 那些建筑物的颜色 就是黄琴琴 那些 我那时候的感觉 和我们国家 起码有20年的差在 我那时候觉得 还有20年的时间 可以在这儿发展 但后来我修正 不需要20年 因为你想想 我们国家 即是说改革开放 头20年 甚至30年的时候 我们是不断在 错误失败中 去学习 去修正 接着 得到这样的成就 他去学我们 或者去抄我们 的时候 他不需要经过 这些重复的错误 他直接就拿我们的 成功案例去做 其实你现在看到 他的确是正在行这个 很多事情 是很像我们的发展 那个步伐 所以 他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而且跟我们 你说用和深圳的一个比较 也是不恰当的 我看到有些人说 今次很紧张 中国制造面临一个很大的威胁 你看我们的产业转移 如果说产业转移 你不如说是所谓的产业 就是说在我们国家 已经太多了 是没有优势的一些东西 你不要看整个国家 如果我就拿回深圳来看 当时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连做纸皮厂的厂 香港的厂 都搬去深圳 在深圳做 你看现在深圳有没有这些厂 没有的 他都要继续向不移 因为深圳城市本身 都不容纳这些东西 都要日出 去到别的城市 就是越向北下 北下你就要出界了 就是去其他国家 你没办法 尤其是说一些制造业 我们的优势 不再是廉价劳工 我们的优势 其实是某程度上 是说我们的市场够大 去吸引别人来 或者说我们有个 建制效益 就是够大 你的制造成本 因为你的平均成本 会便宜了 你的市场够大 可以令到很多外资 进来的时候 就立刻有个现成的市场 在这些东西去吸引人 不再是劳力 密集成本低而去吸引外资 如果你有些产业 是劳力密集的 的确你在中国 尤其是在长三角 和珠三角 根本是不适合发展这些产业 如果正面来看 我觉得今次是 对越南的发展是一个肯定 对我们国家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只是有些东西 我们在国际贸易里面 有比较利益 就是我们没有比较利益的东西 出到外面做 也很合理 如果你再看 我们和他们是互补性的 他们是和我们国家 买很多原部件 去组装他们的产品 包括手机 我们已经有自己的品牌 有自己的高科技的产品 而这件事和越南所生产的东西 是没有直接的市场竞争 某程度上说 也是一个互补 我们已经跨越了以前 做几多亿件蚀衫 才换一架波音飞机出来 我们已经跨越了那个年代 我们现在是出高科技含量 比较高的东西去换什么呢 去买美国的黄斗 这个年代已经变了 所以我们和越南 我觉得更多的是互补 而不是竞争 你认为越南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我想我们要肯定 我们国家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关系 其实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 越南是我们国家 在东盟里面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个贸易量大概有2380亿美金 其实这个也说明 我们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之紧密的 这个也是因为本身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都是非常之融合 而大家实际上 都是共产总执政之下的一个国家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 我相信我们国家去越南投资的 会越来越多 因为现时我们身边的朋友 其实很多福建人 已经去到越南做局封面的投资 无论开厂或做地产也好 各方面 这方面我相信会越来越多人 是愿意越南投资的 所以你看到这几年 其实越南是保持 和我们国家的关系非常之融合 无论美国其他如何挑衅也好 其实它都保持一个拒绝美国 和接近我们国家的态势 所以未来越南的经济发展 我相信在出口量里 其实应该会持续高于投资 这方面也有一部分 是因为分离我们的国家 尤其是农产品方面 其实我们国家对越南的输入 也是相当多的 当然在工业产品方面 其实我们国家正在结局所说 是相当多的工业产品材料 是由我们国家做好之后 就是在越南 让越南进一步的工业封面的发展 再过去 当然这是其中我们国家 当然越南它现时吸引的 还有来自日本和南韩 因为有部分日本和南韩 在我们国家撤走的资金 或者工业去到越南那里 因为越南本身的经济环境 在东盟里是属一属二 而同时它的政治环境是稳定的 资金有政治环境稳定的状态之下 还有经济发展的趋势 其实是很愿意过去发展的 多投资的话 当然自然多出口 所以越南的出口高的话 其实是有它的理由的 结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 你和李嘉诚的眼光都很接近 不过你早二十年 那你怎样看二十年之后 李生这次的投资呢? 我刚才也说到 越南是一个发展潜力非常好的地方 虽然现在我们城中名人 李生都走去那里发展 其实我刚才说了 二十多年前 我去到 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发展潜力 很有潜力的地方 但当然我没有李生那么有钱 所以我就错失了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看一下 李生为什么这次会去投资 你看看英国收回资金之后 很快就去了越南 我想在英国 尤其是这次俄乌事件 他充分明白到原来 你认为很安全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政策 就可以令你的东西不见了 大家看很多俄罗斯的富商 突然之间的钱 可能他也是普京的 我们说是政治上的敌人 但不重要 因为你是俄罗斯人 我们一起没收你的资金 你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说是害怕的 所以他回到亚洲 一个相对政治稳定的地区 我们国家一定是 可能他有其他的考量 于是去了越南 越南是一个值得去投资的地方 但我更加相信李先生去那里的投资 除了经济考量 也有人说是一个政治上的额注 大家都知道 越南的政权 好像是南边和北边轮流的一个执政 在当中 胡志明是南边 河内是北边 他就去南边那里执政 其实政治上也是一个落注 现在在越南执政的班子 都是以北方那边的人多 不过已经是以阮父众为代表的 一个北方的班子 在说78岁 可能下一届都要换人了 很大机会 南方的班子会多些 我们说在越南的投资 始终都有一些政治上的落注 都有这个成分 杰哥 你认为越南可不可以取代中国 成为这个世界的工厂呢? 你说以后会不会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一刻我看不到 马上有一种可能 甚至十年都未必得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今世上我们中国被人称之为世界的工厂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是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 即是说你生产一样东西 所有的需要的零部件 上下有支援的产业 你就在中国你可以找到 这样东西就不是那么多的生产地方 一个任何国家或者地区 是容易做到的 中国现在拥有什么呢? 就是39个工业大类 191个中类 和525个小类 这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的 产业分类最齐全的国家 即是联合国的一个两个分类 我们是中国齐全 你联合国在里面找到的 产业分类的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有了 所以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被人取代的 所以你也看到在疫情的时候 为什么在越南 那些人回来中国生产的时候 是立刻做到的 他不需要等的 一来就立刻可以代回 当时他是去了越南的 但是越南一有疫情 工厂停产的时候 一回来中国就立刻去做回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支援 我们产业的完整 真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轻易能够取代的 戴卫文 我知道你是越南人力资源管理 发展协会的副会长 如果从人力资源上面 或者是地缘正义上面 你会怎么看未来 越南的发展呢? 其实我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 就是为什么选越南 我刚才说过 越南的平均教育水平 是8.2年 那你先看看周围 如果你看印尼 其实是最接近的 是8年 印尼是8年 越南是8.2 菲律宾是9.4年 其实相对高一点 然后去到马来西亚是10年 然后香港是12年 为什么我说这个年份呢? 因为随着年份不同 你那里所做的产业链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你会做得到的事情 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你如果看回越南 越南的一个劳动人口里面 其实有五成是25至54岁的人 换句话说是当打年代的 还有当打之余 还要学历相对平均不太高 那是绝对有利于 是外判一些某程度的生产给他们做 这是很好的选择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不去印尼呢? 那刚才结果解释了 政治稳定 那之前我又说了 就是有我们国家 幸好是做了很多预备功夫 蓝瘡缸 浪着那些水 做了一些提霸 越南会乖乖的 那再加上 你看一下菲律宾 其实菲律宾 就是为什么不会选菲律宾呢? 就是菲律宾在过去五年 其实它的FDI 就是外国直接投资 其实已经是赢了 压州区的很多国家 那其实那里现在是充值很多 就是所谓工作机会 那你去到你不是变了龙头的国 所以要跟人争 没什么意思 再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结果也说了 就是你生产会逃出 生产会逃出 其实我们说 我们国家这么大 转转十几个国家围住我们 就是如果你看一下现在 美国欧盟去到俄乎战争等等的东西 大家都觉得 如果他们一搞定 就下一个轮到你中国的了 那中国可以有些什么去帮手呢? 说的乌克兰上 且有个所谓的欧盟 就是扮演戏这样撑住 所谓有个美国扮演戏这样撑住 我们中国其实没有的 或者说有个俄罗斯在背后 但是这些大红人自己都搞不定 然后其他我们的一带一路那些国家 其实很老实说 是像什么呢? 像我们以前中国 好像食客三千那样 你有很多个朋友 但是要打起仗来 这些人会不会在这帮你出兵成问题 连巴铁都在说 就是金巴铁的地方 都在说我们孔子学院受集 所以去到那些位置 我们未必有些很强的背后的支撑 换句话说 我们跟东盟十国的关系是一定要好 所以东盟十国的这些国家 如果我要选择的话 其实我选择了那么多之后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 其实可以再想过 有没有再差一点的 有的 例如这个泰国是7.7年的 但是远了一点 然后隔离的缅甸五年 再隔离就是越南隔离的柬埔寨 都是四点多年 就是说他们说小学毕业 就是一个平均的学历水平 但相反呢 刚刚中二中三 就好像我们以前 我们香港都有职业先修学校 以前我们有工业学校 正正就是那个位置 你是最多技术人才 亦都最大量的人力资源 是愿意为你服务的 所以加上政治稳定 这些问题就令到越南透出 你赢了其他周边的东盟国家 再加上他刚刚和你国家都有接让位 更加是一个好选择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做汽车零件 就是了 汽车零件很多时候 我们的汽车厂在里面 全部零件商全部都转转围住 所以很常见一有汽车厂在里面 整个市全部零部件的供应商都转转围住 现在情况一样 我们中国是最大的产业链的国家 换句话说 那些零部件的生产商 或者那些帮我们装盖 诸如此类就转转围住中国 所以可见的将来就是 围住中国的那些是有汽车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选择越南是合理的 你会看到的 刚才Dr. Raymond你所说的 这件事也更加强化到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国家和越南的互保是大于竞争 因为你看我们国家 这十年我们的大专教育的普及 你就看到跟我们现在的发展是吻合的 就是越来越多我们做高增值 高附加值 技术含量高的一些产业 对于努力密集的 我们慢慢就转出去 就是每个日出效应 就去到越南了 其实越南的大专教育都在慢慢普及 所以假以时就会去到 可能柬埔寨啊 缅甸啊 这些国家 所以我们和东盟的关系一定密切 才是整个地区的团结 是抵御外面的势力的介入 一个最好的方法 其实现在越南的经济发展 我们说的红利 除了他自己得天独口的一些优势 或者和中国的关系 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 令到他有一个互补作用 能够经济发展之余 其实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就是 美国想巴结他 所以在某程度上 美国也给了很多生意给他 大家看到有很多订单 本来是给我们国家的 现在慢慢转给他 是否越南一定是做得 那个价格 各方面给我们有优势 未必是 但是为了令他和我们国家产生一些矛盾 所以其实有些事情他专专地去做 当然越南自己争取也是一样事实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是十个东盟国家里面 和外国签字贸协定最多的一个国家 他除了和欧盟、英国、墨西哥 全部都签字贸协定 你知他是一个极度需要和人家贸易的国家 无论他是出口给你也好 或者跟你买零部件去加工再出口也好 他是需要和不同的国家去签这些协议的 他的确在这方面 他是做得在东盟国家里面做得最好的 除了说美国给他这个好处之外 其实美国也透过在亚洲区域里面的他的盟友 去讨好或者巴结越南 你看越南最大的投资来自韩国 三星是一个最大的投资 你想想这些全部搬过去令到外面的投资 突然之间是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我们自己做空运的 我们知道 越南本来货机一个星期是说 三班、四班 还是说装不满的 现在一个星期是说十多班 这班打爆的 当然现在疫情下期是一个原因 但是你看到那个势头是非常好的 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当然我觉得也有美国协作 令到它是疏远了中国 有这个因素在当中 结果当然了 你看看美国一离开菲律宾的海军基地 结果进去的是什么 就是南韩 全部都是南韩资金 每一次美国离开 都会找一个在亚洲的代理人 塞进那个洞 现在越南的发展势头这么强劲 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风险需要留意 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 我们叫改革开放 越南的改革开放是1986年 即是迟我们八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国家走过的路 在越南的层面来看 它都是在抄减我们国家走的一些道路 经济发展 甚至是政治发展 一直以内 都有一个叫做榜荣的作用 在越南那里 其实是在做的 至于越南是否会超越我们中国国家 我相信这个就没什么可能 无论从人口的基数来看 从学历的基数来看 从整个地理外置等等来看 其实越南是不可能会超越我们国家 成为国际的工厂 但我相信两者的互补性 像杰哥所说的 两者的互补性将来会很大 第一个互补性就是在生产方面的互补性 第二个互补性就是在市场方面 其实越南的农产品市场 或者玉类产品市场 将来我们国家是有大量的需求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互补性 就是使用需求的情况 而第三个互补性 其实在今年元旦 刚刚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实施之后 其实越南的出口量肯定会增加 其实中国和东盟的出口肯定会增加 其实这个互补性的互补性 其实我相信在未来会做得更好 当然越南未来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把得定的 其实我本来也相当于在未来所谓的悲观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很担心在美国会不断地在越南 也是 Mitchell & held IRhen 只能用着全场 kö deep 也代表变出 measuringowią 这个互补肯定会 вер向越南的跛oster ول 读到越南探出去使用 其实一直以来 过去都是一个正式的状况 又可以听说 所以让流互下来 其实未来会影响到 到我们国家和越南之间的关系 这要视频 越南的政府能否把握自己国家的民意发展 Kin Sir 我很同意 因为不单止在越南和菲律宾的情况 他们放了一些假图出来 拿着杜蒂尔特的旗 旁边是中国的代表团 写着什么呢? 写着菲律宾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省 当然即时搞到当地就很生气 之后才发觉原来是被人披图 所以这些事情的确是周围都会发生 也很明显是背后有人从中作梗 所以我常常提议这件事 倡议这件事就是我们做一带一路 其实真的要很落地地去做 意思是我们要看出当地人要的是什么 否则很容易被人反过来咬一口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我们当国家和越南的关系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是十一段线 去到九段线就是正正因为越共 大家都是以色情太接近 所以就抹了两条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发展慢慢好的话 其实人们会慢慢放下这些事情 就是有工作经济慢慢好 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当你有了基本的生活 有了治愈处理 就开始说我要民主要这样要那样 这些位置才值得真的担心 所以其实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是去种下一个好的木轮的种子 是因为我们现在不做 好像菲律宾那么远 其实你看看现在是很难做的 其实近几届的菲律宾总统也是的 亲中亲未亲中 这样转来转去的 他们都明白的 美国给不到任何真实的利益 他们的真实的利益 真的要的利益 其实是来自中国 不过很可惜就是 始终菲律宾的文化太过亲美 所以有很多东西很难转 但是越南不同 越南呢 看回70年代的时候 越南的外语是法文 大家知道因为他们被法国殖民地佔领过 去到80年代就俄文 那时候就是因为苏联时代 他们很多人学外语是学俄文的 今天你去是学中文 是学华语的 所以有这样的根基在这里 其实是很有用的 因为这样慢慢会滲入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 他们慢慢慢慢会见到 原来我们很多东西都接近的 其实菲律宾都有的 菲律宾都有很多华语的学校 但是问题真的不够越南多 始终毕竟我们是接洋的一个轮廓 所以更加多这些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到 所以更加要用好这件事 那其实如果用好这件事的话 慢慢再下去的 我们刚才都说过了 湄公河沿着下去就是老窝、柬埔寨那些 其实全部都可以变成很好的木轮国家 也都是等于杰哥所说的 我们是一个产业链 转转转转转,而被全日给国家 一说iosisigen南海问题 就牵涉 blueberry国家 而来不开的就是印尼、巴尼西亚、 越南、菲律宾这些国家 你想想 ,逐个慢慢搞 свое关系 连南海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简直也可以解决 說真的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公園裡玩 你不會說我要玩這個銀銀板諸如此類 大家一起玩 也都像阿傑說的 就容易一點去頂得住美國來的那樣東西 我們這個是洩底的地方 就是我們做木輪是很慢 是斷練地做 美國是用很短的時間 一個短的爆發去搞亂你的檔 所以我們更加要做多一些背後工作 去好讓我們能夠頂得住西方這種摧毀性的宣傳 越南之後的經濟發展是怎樣 我就不知道 但是越南之後的颱風會怎樣發展呢 我就猜到一點 因為根據香港的經驗 理事歷場將會在越南發生 越南的朋友明天記得準時上班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